傅先生可是咱们A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呢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 别人都不知道怎么议论呢 他再接再厉地带节奏的 小少爷女年纪还小 不懂得看人 所以才被陆小姐给蒙骗了 试想如果不是故意的 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生过孩子 他分明是有意隐瞒那些事的 我妈咪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肯定是那些坏人 故意欺负 诬陷妈咪的 明明爸爸也是一样的 没有结过婚 就生下了我 你们怎么都不怪罪爸爸 反而怪罪妈咪 你们就是偏心 这叫什么 这叫性别歧视 我的小少爷 男人和女人 怎么能一样呢 苏芸汐怕傅家的长辈 真的被赋予臣劝服了 只能说 傅先生 谁是最盛名的男人 是多少女人 做梦都想嫁的人 不管她有没有孩子 都对傅先生 没有任何影响 可陆小姐就不一定了 女人呢 还是极身自好为好 生过孩子 都是缺了点东西的 跟傅先生配不上的 哼 妈咪就是妈咪 不管有没有发生那些事情 都是妈咪 你也是女人 怎么可以这么瞧不起妈咪 就是缺了点东西嘛 那你妈妈生你的时候 是不是也缺了点东西 让你看不起 哼 我奶奶还生过我爸爸和姑姑呢 你这个意思 是不是也觉得奶奶不完整了 你表面对奶奶很好很尊重 实际上心里也看不起奶奶 父伯母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陆小姐 她还没有结婚 行了 该怎么做事 老娘我心里清楚 不用苏小姐将我怎么做人 夫妇人嫌弃地批了她一眼 连个小孩子都不如 就这还想嫁进他们傅家 简直丢死个人 以前从来不知道 原来苏家 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女儿的 可惜呀 我们傅家的家教 跟你们苏家不一样 所以 苏小姐以后 还是离婉婷和玉成远一点 苏芸汐没想到 自己情急之下居然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只能不动声色看向傅玉成 内心怨念无比 都怪这个小野种 奶奶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妈咪了 傅夫人为难起来 她虽然是挺喜欢陆依依的 但是也不能不为傅家的名声考虑 玉成 是不是很喜欢陆小姐 喜欢呀 妈咪是对玉成最好的人 嗯 不对 奶奶才是对玉成最好的人 妈咪是对玉成第二好的人 爸爸也很喜欢妈咪的 妈咪也喜欢爸爸 喜欢就应该在一起 那玉成 以后可以把陆小姐当做阿姨看待 都是一样的 嗯 那怎么能一样 妈咪是要跟我和爸爸 一起生活的 以后还能为玉成 生个小弟弟 阿姨的话 我在外面已经有很多阿姨了 妈咪是天底下唯一的一个 不能改的 这 傅夫人微微叹气 知道傅玉成对陆依依的感情深厚 这件事还得从长济医院附近的咖啡厅中 陆小姐 想必知道我找你是为什么吧 对不起 哦 陆小姐觉得 对不起我什么呢 因为我的原因 害得傅先生和傅家陷入丑闻 更害得傅先生发生车祸 听说傅董事长 还因为傅先生车祸的事情生病住院 对不起 我知道她说对不起是没用的 可是除了这个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弥补 昨天是傅夫人的寿宴 本该是您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 可是因为我 傅夫人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她看得出来 陆依依是个好孩子 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 她肯定乐意接下这门亲事 如果傅家只是普通的人家 或许即便陆依依有这样的背景 她也可以不再计较于过去 可惜 真实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还闹得这么大 而傅家 也不是普通的人家 陆小姐说对不起 可是我觉得 你没有做错什么呀 我也是女人 女人怀孕生子 有什么错 况且那些过往 你也不知道 我相信 你不是故意欺骗横之的 横之车祸 是因为她自己不小心 我家老头子住院 是因为她本来就有救济 这些事情 或许跟陆小姐有关系 但你也不是故意的 不是吗 至于我的寿宴 我之前 确实是很期待这场寿宴 因为 横之说 她会带你回来 我从很早开始 就想见见你了 横之那孩子 性格疏远冷漠 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扉 但是 一旦她真的对谁上了心 那个人 就一定不是普通的人 所以 我想知道陆小姐 是什么样子 夫妇人 一定很失望吧 相反 见到陆小姐 我可是喜欢得很呢 陆小姐比我想象中的 更加善良优秀 对横之好 对玉辰也好 我想 如果陆小姐 能够嫁进我们家 我们以后 一定也会很好相处的 你是一个好孩子 可惜 跟我们傅家无缘 我明白 傅夫人 我以后 不会再出现了 您真是太善良了 谢谢您 对我说这些 其实 发生那样的事情 我唯独害怕的 不是自己会因为这些事情 被人骂 被人嘲笑 生活上受到什么影响 而是害怕您和傅家 抑护着傅先生和玉辰 会对我失望 会觉得 我是个骗子 欺骗了你们的感情 现在知道您是这样想的 我心里 才终于好说了一些 你放心好了 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的 傅先生他是个好人 不该因为我的事情 受了任何的伤害 既然事情因我而起 我一定会解决的 就算你和恒之不在一起了 我们没有缘分做亲人 但还可以做朋友 傅夫人是真心喜欢陆依依的 像她这样拿得起放得下 宁可自己难过 也不给别人带来麻烦的女孩子 应该被人疼惜爱护 而不是作为一颗废弃的棋子丢掉 真的 太可惜了 不用了 只要我还和傅家有所瓜葛 外人就永远记得那些事情 我会尽快离开这里的 傅先生和玉辰 就拜托您了 妈咪 你要跟着我 一起去看爸爸吗 陆依依是很想知道 傅恒之现在怎么样了 可是想到刚才 对傅夫人的承诺 她最终狠下心来 小少爷 以后你不能再叫我妈咪了 我和傅先生已经没关系了 为什么 妈咪 难道都不担心爸爸吗 他们都说 爸爸伤得很严重 担心 当然担心 自从知道傅恒之受伤 她恨不能马上飞到她身边 看看她到底怎么样了 可是陆依依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 也不能再去见傅恒之了 她和傅恒之之间 终究是一场孽月 既然再继续下去 只会让傅恒之受伤 不如早做了断 妈咪 不要离开我和爸爸 好不好 爸爸也会想看到你的 妈咪 爸爸已经不在 玉成的身边了 妈咪 你要离开玉成吧 妈咪 多陪陪我好不好 玉成害怕 玉成 想跟妈咪在一起 听到傅玉成一声声的祈求 陆依心辱刀割 对不起 对不起 玉成以后要乖 要听爸爸和奶奶的话 即便妈咪 即便我不在你的身边 你也要好好吃饭 不要让我担心好不好 玉成聪明又懂事 是天底下 最勇敢的孩子 你要答应我 替我好好照顾爸爸 玉成 可要永远开心快乐地长大 傅玉成脑中一阵懵懂 直觉上 她好像要失去什么了 傅夫人 傅先生醒来的话 就带我向她道歉 请她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这些天 多亏她照顾我了 看到陆依依转身离开 傅玉成当然不肯 妈咪 妈咪 她想去追陆依依 可惜却被傅夫人给拦住了 只能站在原地 拼命地哭喊 医院的病房中 哥 你看芸汐多关心你啊 这两天 一直守在医院照顾你呢 说的是我应该做的 依依呢 她发生这么大的车祸 险些没命 陆依依肯定吓坏了吧 以她的性格 肯定在背地里 偷偷担心哭了很久 傅恒之单是想想 就心如刀哥 舍不得 陆依依依 陆依依 你是不是 眼里就只有一个陆依依 哥 你清醒点好不好 你都被那个女人害的 差点命都没了 这件事 跟依依无关 依依为什么不在这里 你是不是为难她了 陆明宇的伤势虽然严重 但经过医生的处理 应该已经脱离危险期 一路一一的性格 知道她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不可能不来的 谁为难她了 是那个女人 自己不肯来的好不好 哥 你是不知道 你这边刚出事 那个女人 就跟自己的前男友 搅和在一起了 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个女人接近你 就是为了你的权势钱财 还以为你这次死定了 所以立刻就抛下你不管了 住嘴 谁给你胆子侮辱依依的 傅先生 这件事情是真的 陆小姐和她那个前男友 关系可不一般呢 那位赵先生 还在媒体面前说 陆小姐 现在给您的缘分已尽 以后 就由她来照顾陆小姐 不信 你可以看新闻啊 说着 她向傅婉婷使了事眼色 傅婉婷顿时会议 将自己的手机 拿给傅恒之看 画面中 确实是赵旭生 握着陆一一的手 对峙着媒体记者 当众宣告 以前是我胆小怯懦 轻易就放开一一的手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做任何的退缩了 既然一一跟傅先生的缘分已尽 以后 就由我来照顾一一 傅恒之注视着视频中的两道身影 紧紧地皱着眉 脸色也预见得阴寒起来 与其让她相信陆一一背叛了她 知道她发生车祸 九死一生 所以选择跟赵旭生复合 她宁可相信 这是赵旭生趁虚而入 知道她不在陆一一的身边 所以 想把陆一一从她的身边夺走 我要去见一一 哥 你干嘛 你还要不要命了 事实你已经看到了 陆一一已经做出了选择 在你最无助最危险的时候 她选择离开你 保全她自己 这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实话告诉你吧 爸因为知道你车祸的事 吓得心脏病都复发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 爸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你忍心 再让他为你的感情的事操心吗 傅恒之最是孝顺 现在知道 向来身体不好的父亲 竟然因为他 被送来医院抢救 更加担心 愧疚到无底自容 陆一一 现在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她在哪里 情绪跟那个姓赵的男人 在一起呢 你胡说 刚在病房就听到 傅婉婷在诋毁陆一一 急忙跑过来跟她对质 妈咪心里只有我和爸爸 肯定是姑姑和坏女人 欺负妈咪了 所以妈咪才哭得那么厉害 是你没让妈咪离开的 对不对 傅婉婷脸色一变 原本还想趁着傅夫人 和傅玉辰没回来 在傅恒之面前带节奏 将陆一一的罪名 板上钉钉的 她一阵心虚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她自己心虚 你给我住口 从傅玉辰一出现开始 傅恒之就只能听到 陆一一哭得很厉害 陆一一要离开这样的字眼 瞬间整颗心都被牵过去 玉辰 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 姑姑在医院 跟妈咪吵架 妈咪很担心你 想知道 你好不好 姑姑 却不愿意告诉她 然后 奶奶来了 奶奶想跟妈咪 私底下说话 玉辰在外面 没有听到奶奶 跟妈咪说了什么 妈咪 她不是故意 不要玉辰的 也不是故意 不来看爸爸的 爸爸 妈咪 她真的很关心你 傅玉辰到底是个孩子 不管平时情伤和智商有多高 看到傅恒之受伤 难免乱了心神 说出的话 也乱七八糟 颠三倒四的 但傅恒之 还是很快就理清这其中的关键 她警示地看了傅婉婷一眼 想也不用想 肯定是自己受伤的时候 陆一一被她刁难了 可是傅夫人 她了解自己的母亲 母亲绝对不会像傅婉婷这样 用异样的目光去看待陆一一的 所以 她想知道母亲到底跟陆一一说了些什么 以及她们最后的决定又是什么 玉辰 你先跟姑姑出去 爸爸有些话要跟奶奶说 爸爸 妈咪 不会不要玉辰吧 不会的 等爸爸的伤好了 就带你去找妈咪好不好 妈咪不会不要我们的 哥 你怎么还 你的事 我等以后再跟你算账 现在 给我滚出去 再敢做伤害依依的事 以后 就不必再回傅家了 傅先生 苏小姐 不要怪我没提醒你 你已经触犯到我的底线 我说过 以后不允许你再插手傅家的事 至于我跟依依 更笼不到你来智慧 苏家在A市虽然有些地位 但也不是完全动不得 你最好自求多福 依依的事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爸的身体怎么样了 你现在 还在意我们这两个老人家吗 妈 你知道我的性格 所以不必拿这些话来急我 我现在只想知道两件事 爸的身体如何 以及 您和陆依依都说了些什么 你爸的身体没事 就是知道你发生车祸 急火攻心 幸好医生给抢救过来了 在医院里观察几天 就能回家了 不要听婉婷在那为言耸听的 至于我跟陆依依说了些什么 我倒是想知道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我的态度 您早就该知道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刚才你说给婉婷的话 不就是做给我看的吗 如此 母亲又何必多此疑问 我今天来 不是来跟你商议 而是来告诉你 那位陆小姐的决定 你只知道自己不肯放手 可曾想过陆小姐的意思 傅恒之皱起眉 直觉上 她感到母亲和陆依依 已经达成了什么共识 可她依旧不肯放弃 依依的性格 有时候是有些软弱 遇到事情容易退缩 但我不会同意 你这样做 只想到你自己 却没有设身处地地 为那位陆小姐考虑 原本这些事情 若是没有牵连到你 即便陆小姐 有着那样的过去 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恒之 难道你还不明白 其中的关键吗 因为你是傅氏集团的总裁 是傅家的人 有千千万万双眼睛 盯着你 所以 当陆小姐选择 跟你站在一起的时候 那些眼睛 也同样会盯上她 陆小姐和你不一样 她只是个普通人 那些你能承受的 可曾想过 会给她带来多大的压力 确实 如果不是因为她 事情不会闹得如此严重 别人都说是陆依依牵连她 可是她却觉得 是自己连累了陆依依 那些曾经的名气和荣耀 像是一把双刃剑 在给她带来权力和利益的同时 也将她身中的各种事情 无限放大 如果没有她 陆依依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可是 即便如此 傅洪之仍是不肯放手 我会保护依依 不让任何人伤害她 唉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可是陆小姐 却不愿意陪你走下去了 洪之 我知道陆小姐是好女孩 可是这件事情 不仅关系到我们傅家 更关系到陆小姐自己 只要你还跟她在一起 公众就不会放过这个丑闻 陆小姐也会一直生活在 痛苦和舆论中 既然你说自己喜欢陆小姐 就应该成全她 不是吗 总之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傅夫人说完这些 起身离开病房 她把最近的报纸和新闻 拿给傅洪之看 对不起 是我办事不力 才让那些媒体记者 将陆小姐的事情曝光了出去 现在全A市的媒体 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压不下来了 傅洪之一眼瞥到报纸 紧紧地锁着媒 上面刊登着陆一被采访时候的照片 上面的她一身狼狈 脸上挂着泪痕 可是那些记者仍是不肯放过她 依旧将她堵在中间逼问 先生 是我让先生失望了 还请先生责罚 这件事 背后肯定有人指示 秦峰也附和地点了点头 毕竟之前 先生已经下了谨声令 他也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保密工作 即便要曝光 也不可能这么快 还在同一时间 这么多家媒体记者全都知道了 并且丝毫不畏惧先生的诠释和威胁 直接找到陆小姐的头上 这只说明一点 背后 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 是 先生 您发生车祸的时候 陆小姐曾经给我打过电话 听当时的样子 好像非常害怕 我还听说 陆小姐去过您的手术纸外面 背大小姐她 接下来的话 即便秦峰不说 抚衡之人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晚天出国的事 明天就去办吧 令吾爱 去查苏云熙这个人 你知道该怎么做 先生 陆小姐还在医院里面 要不要让她来看你 秦峰 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 却因为你的喜欢 会伤害到她 你会怎么做 告诉我实话 我现在 很乱 如果真是那样 我会隐藏自己的喜欢 默默保护她就好 那就去办吧 你来做什么 傅先生出车祸那天 你有没有解到我的手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怀疑我偷东西 苏小姐 请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来问一问情况而已 尽管陆依依不喜欢苏云熙 也没有随意诬陷别人的意思 只是当时医院的走廊中 只有她和傅婉婷 以及苏云熙 那件手势非常明显 若是掉在地上 不可能不被人发现的 以傅婉婷的性格 心里绝对藏不住事情 如果见到那件手势 联想到其他的东西 再次见到她的时候 肯定会逼迫陆依依 把所有的东西交出来 所以按照她的推测 那件手势 十有八九 是被苏云熙给捡到了 哼 我知道 你自己的头势丢了 找我做什么 傅先生定制的是一套珠宝 那件手势 如果不是被苏小姐捡走的话 你怎么知道是头势 那是傅家的东西 请你归还过来 不然以苏家的门楣 和苏小姐在英式的声语 若是被传出 简实私吞别人财物的丑闻 恐怕会对苏小姐不利 你敢威胁我 不是威胁 只是傅先生的东西 我想物归原主而已 以苏家的财富地位 应该看不上那件手势吧 苏云熙赌气不吭声 确实以苏家的财富 她是不会看上那件手势 真想要的话 她自己也可以定做 但这件手势 是傅恒之专门定做的 意义就不一样 她怎么能甘心交给陆依依 别装了 你不过是看傅先生和傅家 现在都不理你了 你嫁进傅家 做少奶奶的美梦破碎了 所以才抓着 最后一点东西不放而已 哼 说什么还给傅先生 只怕是想自己独吞 卖掉吧 我会把手势还给傅先生的 对不起 苏小姐 这是我跟傅先生之间的事 即便要还 也不赶你来插手 我都快要离开了 苏小姐以为我会留恋这些 什么 你要离开了 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苏小姐 奉劝你一句 就算是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以你的品行和为人 也不可能受到傅家的认可 还有 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 坐着嫁进傅家 做少奶奶的美梦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这样跟我说话 看周围都没有人在 苏芸汐彻底暴露本性 她抬手对着苏芸汐的脸 就落下一个耳光 原本我来这里 只是想跟你好好商谈 首饰的事情 不过既然苏小姐 自己不要颜面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这一个耳光 是为雨晨打的 雨晨她才多大 你居然狠心对她下手 苏芸汐被彻底打懵了 还没有反应过来 又见陆依依一个耳光落下来 这一巴掌 是我为自己打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 九燕的事 傅小姐的事 都是你在背后怂恿的吧 陆依依 你疯了吧 怎么敢打我 苏芸汐到底是娇生惯养的小姐 且喜欢给自己立女神的人生 自然不是陆依依的对手 她气得手指发抖 最终向别墅中的人怒吼 你们都是瞎子吗 看着她打我 别墅中的保镖纷纷上前 将陆依依围了起来 苏小姐 我们通过医院的监控 发现陆小姐之前在医院里 遗落了一枚首饰 是苏小姐捡到了 还请苏小姐归还 苏芸汐的脸顿时火辣辣的 秦峰调查出来的东西 岂不是意味着 傅恒芝也知道了 她不情不愿地看了陆依依一眼 只能将包里的手势交了出来 仿佛也将少夫人的位置交了出来 秦助理 你刚才都看到了吧 陆依依居然打我 她在傅先生面前 表现温柔善良的 没想到 背地里居然是这种人 其实刚才陆依依打苏芸汐的时候 她也看到了 不禁为陆小姐的勇气所惊住 以前看陆小姐温温柔柔的 还以为她真是个好欺负的软柿子 没想到真正爆发起来 性格这么烈 不过 十有八九 也是为了小少爷被绑架受伤的事 对不起 苏小姐 我刚开车赶到 就看到你叫别墅里的保镖 上前围住陆小姐 至于你们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并没有看到 你可以去找先生说明这件事 陆小姐 听说您是下午三点的车票 先生让我来送你 其实 这几天被傅恒之吩咐 秦峰一直都在跟着陆依依 发现陆依依来找苏芸汐 几经调查 才发现是为了首饰的事 傅先生当然不愿意让陆依依吃亏 于是让他急忙赶过来解围 好在陆小姐没事 反倒是把苏小姐气得不轻 陆依依依正 原来 他早就知道了吗 多谢啊 既然让秦峰送他一程 傅恒之现在也做出选择了吧 最终 他们还是不能在一起 陆小姐 先生他依然还是喜欢你的 虽然他不说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带您来医院的事 是我自作主张 希望您和先生 还能有个挽回的机会 即使不能 也去跟先生道别吧 我想 先生见到您会很开心的 我还有资格出现在他的面前吗 陆小姐 您可要想清楚 您这次离开 可能很久都不会再见到先生了 甚至一辈子 您真的想就这样结束吗 他默默站在病床边 看着傅恒之的面容 傅恒之并没有听到动静 依然在睡着 但是看着他的面容 陆依依就觉得很满足了 这时 病房外面传来嘈杂的声音 陆依依心里一慌 最终选择躲在病房的卫生间里 妈 你说过不过分 我就说陆依依那个贱人不是好人 傅婉婷接到苏芸汐的电话 听到她说陆依依去找了她 而且还打了她 就气不打一处来 芸汐已经够忍让她的了 她居然还敢打芸汐 你现在算是知道她的真面目了吧 没看到你哥哥还在休息 敢吵醒你哥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对呀 姑姑 你没看到 爸爸还在睡觉吗 用人休息才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 哎 你这小子 婉婷 算了 我母说的对 还是傅先生的身体要紧 我不爱是的 我想 陆小姐她只是对我有偏见罢了 只要我以后逼着她就行 听到陆依依即将离开的消息 素芸汐简直不要太高兴 心腹大患走了 而且临走之前还打了她 她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所以就急急忙拉着傅婉婷 在傅夫人面前带节奏了 躲在卫生间里的陆依依 脸声摒弃 听到傅雨晨的声音 心里像是被刀子割了一般 如果这次离开 她也很难见到孩子了吧